每日灵修清静主活在基督里 主后2020年5月7日 主耶稣啊 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 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 渴慕的心与你相交 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 感谢主每天扶持我 引导我走一路 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 信实的主 圣洁公义的主 大而可畏的主 我要敬畏你 听从你 遵你的名为圣 我把我的重担忧虑谢给主 求主断开一切仇敌 及环境的压制 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 老我 情欲的压制 赦免我被盗的罪 求主耶稣 用今天圣经的 圣经的画 光照我 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 赐给我永生的生命 我要存爱主的心 来跟随主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诗篇 第三十三篇 六到九节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 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存 他聚集海水如泪 收藏生养在库房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力就利 主耶稣 我敬畏你所说的话 因为你说有 万物就被造出 你命力真理 真理就立定 直到永远 主耶稣啊 我要悔改 来遵行你的话 愿全地都知道敬畏你 靠耶稣的名 阿们 救主耶稣 在世家舍里 流出宝血 将我最细菌 若不留心 罪再还不期 荣耀归主耶 真言 第十二章 第十三节 二人嘴中的过错 是自己的网罗 但一人必脱离患难 二人嘴中的过错 是自己的网罗 但一人 必脱离患难 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 嘴中所说的 生活所行的 都诚实 在你的光中 主耶稣啊 求你救我 脱离一切患难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荣耀归主 祝你 荣耀归主 你 救主宝血 将我最细菌 荣耀归主 你 约翰福音 第十五章 十八到二十七节 世人若恨你们 你们知道 恨你们已先 已经恨我了 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 拣选了你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你们要纪念 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他们若逼迫了我 也要逼迫你们 若遵守了我的话 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但他们因我的名 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 因为他们不认识 那猜我来的 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 他们就没有罪 但如今 他们的罪 无可推诿了 恨我的 也恨我的父 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 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 他们就没有罪 但如今 连我 与我的父 他们也看见 也恨物了 这要应验 他们律法上 所写的话 说 他们无故地恨我 但我要从父那里 拆宝会师来 就是 从父出来 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 你们也要做见证 因为 你们从起头 就与我同在 主耶稣 我感谢你光照我 从恨你的里面 悔改过来 主耶稣啊 我何等爱慕你的真理 求你赐真理的圣灵 光照我 引导我 使我认识 你是真光 照亮一切 身在世上的人 靠耶稣的名 阿们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世家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世家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世家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